你干嘛那么看着我 你忘了 我们今天要去拍婚纱照 几点了 都九点半了 昨天晚上 就没该熬这么晚 我太困了 要不改天吧 行 咱们拍一下 拍一下 看着我做想事都将有调 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 你需要我的大小 你怎么还没算衣服啊 赶快去换完你服 我说佳希 你已经拍的够多了算了吧 还没照古装呢赶快去换 你刚是不是已经拍了那个旗袍了吗 那哪是古装啊 等会儿要穿皇后的衣服 我还得扮皇帝呀 当然了 我说算了 你说一婚纱照要拍多少才算够啊 能不能不拍了好吗 好 电话 我来 喂 是我 哦 有事吗 你现在方便吗 我正好路过你这儿 就在楼下呢 我想把户口本还给你 哦 行啊 没问题 那我马上下来 行 那我等你 谁啊 哦 同事 还取稿子的 哦 给你 户口我单力了 原来我是户主 现在啊 你自己给你自己当户主 你去给别人当户主了 哎 什么呀这是 哦 杨怀特在上面 我跟她说 下来给同事送稿子 李姐 李姐 哎 婚纱照拍了吗 拍了 日子呢 定了吗 没定呢 还得跟她家里人 再商量商量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 尽管说话 行 那我 我上去了 可舟 你跟杨怀特 好好的 你跟邵嘉欣也好好的 我走了 来 看什么呢 那么入神 我 你跟杨怀特 我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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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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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建军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呢 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我并不介意 毕竟你们夫妻一场 在一块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感情又没有破裂到 不可救药的地步 你不舒服 我可以理解 可我不理解的是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完全可以和我说实话 你就说罗建军来了 你不想让他上来 或者你只想单独跟他见个面 说几句话 再或者 再或者你是怕我看到他 又会跟他打起来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都不想看到你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 因为在你心里 你已经开始回避 对罗建军的感情了 你回避你自己 同样也在回避我 你知道你自己 为什么回避你自己 对 他结婚是有点突然 我的思维被打乱了 不是打乱了 你自己一直都没放下 你对罗建军还有感情 他的结婚让你意识到了这一点 可能你们的离婚 并不是你们感情的结束 反而他的结婚 才是你们感情的终结 对 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我以为我们的关系 发展得快一点 一旦结了婚 你的心就放在我这儿 可我错了 你的身体是鉴定搞不清楚 可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你的心 我们罗建军走的时候 已经把他带走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久没见了啊 他们都